被誉为诸金之王的法华经 可以说是抄写时间最长久的一部经典 妙法莲华经在佛教中被推崇为最重要 最具影响力的一部经典 在大乘佛教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为了让民众透过多元互动的方式 来认识这部举世文明的妙法莲华经 台湾创驾学会特地选在凤山文化会馆盛大举办 这次的法华经展在我们创驾学会的凤山文化会馆举办 它的展期从即日起到我们的7月19号截止 这次的展览非常特别的是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敦煌的思路呢 在敦煌的思路上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的一个 必参观的一个景点 那就是莫高窟 那这个莫高窟里面啊 其实呢就是为什么它之所以成名 是因为就是当年在这个思路上面的这些商旅们呢 因为这个去供养这样的一个法华经 于是呢就请了画工来去做雕刻 来去做绘画 在这样那个墙壁当中留下了很多艺术的作品 那透过这个艺术的作品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的一个 人民的一个生活的文字情况 那所以说对很多人来讲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史料 展出内容 南瓜全世界年代久远 各国珍贵的法华经手抄本 展览除了规划法华经流传渊源 描绘法华经著名的敦煌墨高窟 众多各国翻译版本的陈列 同时也以照片 展板 文物 影像等多元的方式 呈现在大众眼前 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认识这部成佛的法华 法界新闻 蔡孟章 高雄采访报道